五亿当中我陪我妈妈去检查 然后我妈妈糖尿病 然后我说那我也测一个血糖吧 发现我的血糖也偏高 血糖刚冒高 但是呢还没到糖尿病的程度 全国呀这样的朋友五亿呢 咱能不能帮他们转个身 不往糖尿病那边去呀 回到咱们血糖正常这个罪复当中呢 中医啊历史上啊 没有糖尿病这一说 因为糖尿病是现代医学那个诊断名词 但是中医自古以来 在诊断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有一个现象 有一种人就是吃的多 喝的多 尿的多 体重还减少 中医管这个病呢 自古以来就叫消渴 在中医的书记当中 已经记载两千多年了 大家一会儿知道糖尿病也叫向儒病吗 对就是那个司马向儒的向儒 司马向儒啊 先简单的跟您介绍那么一两句 西汉的著名文学家 汉父写的贼拿手 他写的子虚父啊 汉武帝看完之后啊 其实什么就是感叹 喵啊 当然了 司马向儒对大家伙心里更有名呢 是他和卓文君的凤求皇的爱情故事 就这位司马向儒啊 据史书所载 他算是中国患上糖尿病的第一个人了 史书上怎么写的呢 说向儒口吃 耳善著书 常有萧可及 那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就发现 这个萧可病 包括现在这个糖尿病 跟人这个体脂息息相关 什么样的体脂容易出现萧可呢 简单一句话 就是阴虚的人 萧可病 糖尿病愿意找到这一类的人 阴虚 阳虚 气虚 如果啊 您要是咱们健康医生性的老粉 这些词您肯定没少听 这个人体质不同 为啥糖尿病就非得跟这个阴虚挂上钩啊 这个事啊 你还真就先别问我 你先查查这个历史上的 有一些记载 著名的诗人这个杜甫 某个皇帝 有很多皇帝都有糖尿病 但是比较明显的 像那个水阳帝 著名诗人杜甫 可真真是被糖尿病折磨得够呛 也没少写诗吐槽这病 他曾写道 闭目于时寻 大江不止渴 也在浅怀中写道 在临参兔耕时 长孔为辅故 又在过南越入洞庭湖一诗中写道 病可深何去 春生历更无 与这首诗中也有糖尿病的影子 他曾写道 销中日浮诊 卧酒沉积旅 杜甫写诗吐槽 隋阳帝阳广 更是被糖尿病折磨得直跺脚 相传隋阳帝每天口干舌燥 要饮水数声 排尿数声 渐渐行哭鼓励 于是下旨照太医整治 结果一个个有去无回 都被隋阳帝斩了 大家把杜甫的这首诗都已经拆开了 郭老师您看一下 第一句 大江不止渴 说的就是口干舌燥 特别的渴 第二句 有个兔子在临餐 兔耕食 兔肯定就是说的恶心 反胃 第三句 病可生何去 就说明这个实在是太渴了 然后春生力更无 就说四肢乏力 包括消中日浮诊 消中日浮诊 我觉得就应该是乏力到起不来了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症状 跟这个糖尿病的症状 都特别的吻合 咱们再来看看隋阳帝 他说的是口干舌燥 要饮水树生 就是得喝多的水 排尿树生 就排尿排的多 渐渐的行哭鼓励 就是渐渐的消瘦 那不是正好就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吗 这也没说里边有阴虚了 是没说 但是你看看他这个暗寒 你看这个隋阳帝那个讲的 口干舌燥 饮水树生 排尿树生 渐渐行哭鼓励 行哭鼓励 你就能看到他骨头了 皮包骨 消瘦 消瘦的厉害 冯西讲有形的东西属阴 有形的东西消瘦了 他一定是阴虚 杜甫那个也讲是口渴的厉害 人的口渴 体内缺水 阴虚的表现 我们笼统说是阴虚 其实得看哪个地方阴虚 心肝脾肺肾 这个消咳病啊 先是脾蛋 然后再消咳 达到消咳的症状表现了 比如说三多一勺了 多食 多饮多尿 然后再消瘦 这个一般的来说 那都得是糖尿病 都已经非常标准 非常重了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现在呢 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 但是没有特殊的明显的表现 其实啊 在你血糖高之前的一段时间 症状表现没有三多一勺的时候 那时候就应该叫脾蛋 脾蛋什么意思 脾胃的功能不好了 脾不生青 人体吃饭之后的这个精华东西往下走 走的太多了 尿的多实际是人体的精华的东西 营养物质走的太多了 所以说你不得不多喝多吃 人体的精华东西没有搂住 久而久之你当然要消瘦了